長輩 平安 長輩 平安 長輩 平安 活動 他大致上有分成哪些 主要是辦活動 要怎麼去發想 這邊有一些是業者 有一些是自己有一塊田要轉做的 趁這個時候來想一下 攬領一下自己 田地也好 山頭也好 自己或者說現在既有了休閒農場 現在的資源有哪些 大概要怎麼去引入 我這邊會用大概這12年的經驗 帶團跟旅遊跟這些經驗跟各位分享 我簡單說一個好的活動 簡單就是分成一教育上一點課 10分鐘20分鐘也好 所以前面先講20分鐘的課 後面再一個20分鐘到一個小時的手作 有時候可能是比較簡單的體驗 有時候可能是他去做業踏 或者是說去刷業脈 那可能就要一兩個小時 在看客人的時間 第三個是回饋 就是你要讓他去講 去一點點的影片 他做的東西很好他要去展示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幫他拍個照有點榮耀 讓他發表一下心得 這樣子這三個步驟 三部群客人的滿意度都很高 所以大概你們去想一下 比如說早上上午張教授講課 我們下午假設我們做DIY 我也真的會講一些DIY的事情 等一下也會讓各位發想 說如果是你來做的話 你會做怎麼樣的活動 大概是這個流程把它稍微熟悉一下 好 OK 那我們就開始來講課了 其實 各位要去注意一個字 叫Green Care Green Care現在在國際上講蠻多的 叫綠色照顧 綠色照顧裡面的層面 就分成了幾個層次裡 好來這邊 好用這個 它有三個層次 一個是促進健康 第二個是治療 那我們的層次大概就在這邊 那有時候治療 不是說真的生病才治療 所以我們的原因治療這件事情 一直被我們有醫療的單位握住 因為他就問你 你治療什麼 那你有沒有拍照 可是問題 我們真的沒有治療你什麼 原因的部分是讓你更輕鬆 所以 原因治療 這個字很好 但是 請問你生什麼病 請問你病成多久 請問我用什麼方式治療 沒有辦法 所以 我們就是叫健康原液 就讓大家來促進健康 好 那當然一個是工作復健 庇護性的工作訓練 這個是一些比較身心障礙者的 好 這裡面又分成這兩個部分 跟自然元素互動 跟自然體驗自然 裡面 跟自然元素互動裡面 就是跟生物互動 所以 保小孩 阿媽阿狗 像我那實驗室呢 就養了一隻兔子 大家誰心情不好 我就抱那隻兔子 兔子很棒 有沒有養那個獅子兔 都毛很長 毛濃濃的 獅子就是沒有聲音的貓 那也不會跳那麼高的貓 那就是兔子 兔子每天好像都很多事情 一直跑來跑去 我就不知道他在忙什麼 那心情不好的人就來抓他 兔子也滿愛乾淨的 第二個是自然型的 這個社會活動 我們這邊有生態療癒跟原因治療 那在自然環境下的活動 我們等一下後面主要講這一些 冒險治療 荒野治療 到戶外講 沒有切餅 我們都會有 那這個我們主要是做 綠色促進活動 所以後面 我們的課本 有沒有翻到228頁 好 228頁 對 語音活動類型 還是我們客人不太一樣 一樣的 一樣的 好 第一個是不是就寫綠導覽 對不對 那個綠色促進活動 我主要講這個部分 當然你如果你有一片荒郊野裡 就可以去帶客人去做冒險治療 好啊 萬聖結的時候 半鬼嚇一嚇他 他覺得蠻愉快的 還給你很多錢 他挺便療癒啊 你就把你的 其實你的場慾 要怎麼做 就做成你自己退休要住的樣子 就對了 你自己退休要住什麼樣子 那就是你養老的地方 在天母有一間紫緣 他就是梁月美教授 跟他的夫婿 跟他先生 他退休了 這兩個都七八十歲 這兩個人是高階的人 他去退休 這兩個人如果去住安養院中心 少說要四十萬一個月 兩個人 那與其要花這個錢 家族就乾脆把家裡做成紫緣 做成花園 把他媽媽梁教授 是很警戒的大師 這一輩子所做過得獎的產品 他的作品 通通都把它擺放出來 就每天梁老就在那裡 要招待來參訪的客人 更好 而且與其要花那麼多錢 那與其要去安養部中心 每個月花四十萬 不如就做自己的庭園 這樣更好 好 所以後面要跟主位分享 這幾個部分 所以我們這個綠色療育 就是綠色照顧 也就是農業療育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當然我們這個庭園裡面 如果你本來再放幾隻馬 河馬 那就完全都有了 就有動物療育 但是不要放河馬 河馬會咬死人 放幾隻貓、猴子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因為我這個活動類型 我會講五個部分 那各位等一下 你就去盤點一下 你的資源 如果你覺得不錯 就把他圈起來 如果你本身就有原子了 就把他圈起來 如果你要怎麼做 想要這樣做那樣做 這個有什麼疑問的 等一下可以圈起來 再霧摩 好 所以第一個 我們綠活動裡面呢 第一個 就是這個 綠導覽 綠導覽裡面呢 你的原子做得漂漂亮亮的 去走一圈 所以說 原子做成你要去 退休的樣子 你最了解吧 每一個花草位置 高低 紅塵黃綠藍電子 春夏秋冬的景色 都是你設計的 都有想法的 那 如果說沒有原子 附近有 這也很好 這種去年到花園的推廣 裡面 你可以分成有 有公園綠地植物的講解 季節草花 香草植物 野花野草 早上那個 劉博士 野花野草 這個 還有淨化風氣的植物 他的 無感體驗裡面 世秀處未聽 你就想 任何一個活動 如果能夠把五個結合起來 或者兩三個以上 那就是一個好活動 再來 這個活動 如果能夠有 身心認知社會經濟 的作用 那更好 那這個 張教授有講過 每一個 就想想看 是不是有運動到啦 心裡是不是愉快啦 是不是 頭腦有動一動啊 是不是交到朋友啦 所以有個經濟 我是不是賺到錢啊 對不對 我們來參加這個活動 不就是為了賺錢嗎 我們交這兩千五之後 不是要賺兩萬五回來的嗎 也是要賺二十萬回來的啊 應該不會是說 只交兩千五就是來天理課吧 要把這錢賺回來 所以 這個是 學理啊 學術上來講 是身心社會認知 我們這邊還要再加一個 經濟啦 OK 好我們就開始來 所以 裡面有 五種類型 那 等一下你也想想看 等一下會給各位發想 就是用剛剛張教授所講的 宋代生活四億 點查 分享 插畫 掛畫 去想想看有什麼活動 是適合你的場區 場域 來做的 等一下來分享一下 好 那我再跟各位分享 這就是張教授了 這在校園導覽解說 我們在校園導覽解說 我們分了不少一些 因為校園是學校去建的 水是學校去教的 職務是學校去做的 錢是我就賺的 所以我蠻喜歡可以賺的 所以以後如果你的園子做得漂亮 我就常常去園子裡 去導覽解說 用你的園子 會去裡面消費 好 這個校園導覽解說 所以你如果假設你的場域附近有校園 那你可以跟他合作 至少假日都是開發式的 那會有主題性的 像香草植物 這個在台大農場裡面 他有整批的 整批的香草 我們本來是做教學用的 有機蔬菜導覽 這個羅文翔先生 可能有一些人認識 他是 在苗栗 南俠那邊會有機蔬店 他也沒有想到說 他在那邊種菜種種 因為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羅文翔先生是我學長 我就說不如我帶人去參觀吧 他說 有什麼好參觀 這個不就是菜雲嗎 我就跟他講了 大概可以做什麼活動 就這樣做起來 慢慢做起來 所以 去那邊有導覽 種菜 採收菜 對他來講 他覺得這怎麼賺得到錢 但是對台北客人而言 這就是很棒的體驗活動 就是 你的農作是我的修行 這個概念 好 那療育庭園的解說 就是療育庭園 在石牌 台北 護理健康學院 好 這張喔 是 這張是 沒什麼變啦 楊明山 楊明山 對對對 有人看就知道楊明山 那個應該只要是 有 到過台北的 一定都有去過這裡 四十年五十年前的回憶 都有去過 但是我 我每次 在上課的時候 我就發出一張 就是 我在十二年前 出來做 演藝療育活動的時候 我第一個帶的版體 就是 音歌 音歌中年大學 他們最年輕是五十五歲 他們最老是 八十五歲 他就 帶他們到 楊明山去走一走 他們 一輩子 音歌陶瓷老街 第一代或第二代 都做生意 都一來一去的 這一團如果失蹤了 我們就瞬間少了一百億個台幣 又被調查了 這都是 這陶瓷老街那一群 那一群 我就帶他們出來 他們本來是沒有笑容的 就好像 這個 很嚴肅的老闆 但是你看 這個是我們後來慢慢熟的時候 帶他們出來玩 所以他們就慢慢的笑容 他們就 慢慢的走出 他們的工作場面 工作到六十幾歲還在工作 我說你不出來 你的下一代沒有辦法接班 他後來想想你對了 他說 其實大家都是希望你們趕快出去走一走 玩一玩 我講一個小故事 跟各位講 這個每個單位都有趣的地方 我每次去上課 這一群人是八點上到十一點半 那為什麼是這個時段 這個時段也是現在衛福部希望的時間 就是九點到十一點 原因是因為 長者都很喜歡看病 所以呢 他們一定會七八點就會看病 所以我們現在在北部的客展 很多都是卡九點到十一點 讓他早上可以送孫子去上學 然後 他中間就不能去掛號看病 然後 十一點就可以讓他再去接孫子回家 所以這是這樣的設計 所以這個八點上課 那 我都很早到 而且我十二年前算很嚴肅 你們都會點 而且這一群姐姐們很多 早期都有受過這種教育 所以 只要沒有來都會跟我們如實的請教 我都會點名 誰沒來 唸一下 遲到 找退 之類的 那 有一次 上課的時候 因為我們八點上課 七點半就會來 把孫子送去學校 國小都是七點二十到七點四十 要上學 就會來 就會來 我們這裡 七點半 那時候有個阿滿儀 那阿滿儀呢 是班上最早來的班長 他每次都會負責開門 那 開完門之後 大家就會去 搬桌子啊 搬椅子 那有一天我上課的時候呢 阿滿儀沒有來 他也沒有請假 我就很高興 他說 這個阿滿儀呢 王阿滿 人沒有來 我說他昨天沒有跟我請假喔 有人幫我請假嗎 結果裡面都鴨雀無聲 都沒有人講 這邊最年輕五十五歲 最老八十五歲 待年長者的活動 你們要注意喔 千萬不要一點點 因為 可能有人猜到他去哪裡 因為他八十幾歲 阿滿儀都沒有請假 那大家沒有人敢講 我就唸了幾句 啊這樣子不尊重老師啊 老師也是有點多出門的 結果呢 就副班長舉手了說 那個阿滿儀今天不會來了 今天不上你的課 他下禮拜也不會上你的課 我說這這這這這這 怎麼會有這樣的 上個課後來跟我講一下 後來請我吃個飯 告訴他 他不散嘛對不對 後來跟我講 他以後不會上你的課 你不要再點他 那你猜猜他去哪裡 他有點 他去蘇州邁亞旦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有 可是我到蘇州的時候 我去問蘇州人 你有沒有聽過 去蘇州邁亞旦 我問他說你 你知道什麼叫做 到蘇州邁亞旦 他說蘇州沒有這句話 他說你還亂在講 他就走了 所以我回去的時候 在英哥那邊我就看到 阿滿儀的照片 英哥路哥小小的 啊真是 連張者的課程 我竟然 這個 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好 大哥什麼事 那個蘇州邁亞旦 我記得我小時候看過一本書 叫做台灣人 就是台灣人在練那個 千金鵬 千金鵬 台名下 裡面好像有 那個講到那個 蘇州婆 還有講一些蘇州的什麼 那個 就用台語練的 那個叫千金鵬 那個 台灣人寫的啦 蘇州人本地沒有在邁亞旦的 他就是寫 那個用台灣話練的 千金鵬是水星 博士還是國家典 然後就一直 後來有講到那個 手機博望那個 還有七叔說 賣什麼東西這樣子 喔喔喔喔 像是拿那個書來借我們看 就是這個 阿滿儀 阿滿儀 就走了 所以要注意 我們上課有不同的母群 那他很熱心 那後來我在去上課的時候 在隔禮在上課的時候 因為以前阿滿姐就會先開門 讓大家先進去坐 後來我再去的時候 大家就在門口 他說都沒有人敢去開門 因為他們就 當兵就流傳 他說 早來的早走 他後來就換我開門 很有趣啦 很有趣喔 那八十幾歲也夠門了啦 八十幾歲了 這十幾歲就是明禮拜 七十歲也會每年都不太好 八十幾歲就是明禮拜 每個月跟每個月狀況都不一樣 那高十幾歲的就是明禮拜 給你看就對了 今天看到你明天狀況不知道怎麼樣 好 OK 就是講小故事 OK 這個就到宜蘭啦 然後這金車來源不用錢的 你看這個 我年輕的時候再賣到了 太空氣了 所以你看喔 這些場域都不用錢的喔 如果你的周遭場域有這樣的地方 那更好 你可以帶去那邊講解 這個武老坑 這個就比賽光深的 有宜蘭 我很常來宜蘭 我滿喜歡宜蘭 宜蘭很多的 我最喜歡去的地方 去宜蘭跟這個苗栗 因為從台北出道最遠的地方 這個宜蘭大概就是宜蘭跟苗栗 而且這兩個地方建設都非常的好 很多免費的資源可以看 所以去看這個南洋博物館 我家在哪裡啊 我就跟他講那個原因 丹麵三 然後來這邊看一下 烏石港的一個歷史 你看我們這個活動都是勃勃幫幫的 所以如果各位的場域 可以吸引到男生的話 男主家裡的那個阿公 可以把他們叫出門 那你就成功了 通常在家裡阿公都不會出門 這把背部給我 好 那這個是宜蘭縣政府社會局 黃申源的建築 田中央那間 我跟你講這個地方超讚的 只要先行文給他 就這個可以聽導覽 然後又可以喝奶茶 還有帶我們到隔壁走一走 都不用錢 就是有一些公布你們之間可以用 導覽 這是外面 這個社會局外面 一看來旁邊的場 很漂亮 結果你們知道婆婆媽媽最喜歡什麼事嗎 盪鞦韆 跟玩溜滑梯 這都跟你們想的不一樣 因為婆婆媽媽帶孫子去 她會跟孫子去搶盪鞦韆嗎 是不會的 但是如果一群婆婆媽媽呢 就會去搶盪鞦韆 這個活動很好玩 你在你的場域放鞦韆 然後給他寫說 大人小孩都可以玩 因為你去看很多的休閒農場 或者是民宿 你知道門口都要放一個孔龍嗎 或者是這個寶可夢 為什麼 因為都是小朋友經過的時候說 巴巴巴巴我要去玩 我要去看 我要去當鞦韆 我要去看那隻孔龍 所以婆婆媽媽就住那間了 所以如果你們這邊是開民宿的 你就在門口放這些東西 就可以吸引到很多小朋友、家庭客 因為這邊來錄影 我本來想說吸引一些沒有頭腦的 然後進去住宿這樣子 那就是可以讓小朋友進去 繼續玩一個設施 好 那護衛導演解說 這個就去羅文祥先生 我十多年前的我帶他們 所以各位你們的廠 稍微整理得乾淨一點 你可以走過去 最好是那個救護車可以走了 這樣就可以回到來 有時候 開車門過來就叫車 所以 我之後要成立一間公司 我就要把它成立叫做一路環道逛 所以你覺得我會喜歡 真的有些人他到最後窮到只剩下錢的時候 玩的時候 叫一台又玩 叫一台救護車在後面他都願意 因為他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可以玩 但是錢太多了 你們有沒有這個困擾 目前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 希望未來有做 未來是錢不夠多 現在還是還在賺錢 到護衛導覽這邊你看都幾歲 這個唱歌都不用伴奏了 都用四里亞 那個我都不會 護衛導覽解說的時候 這句VidaVida在苗栗 這個王老闆很有意思 他就種很多的菜 然後呢 這個流行這個我家菜園 開心農場 阿嬤看到了 你知道阿嬤出門喔 家裡啊 我們現在出門不是都要先 這個給自己複習 不要忘記帶東西嗎 要講伸手藥錢對不對 或者手藥錢 就是身分證、手機、鑰匙、錢包 不要忘記帶 你們出門現在阿嬤給自己一個口號 就是手藥錢在出門 手藥錢就是手機、鑰匙、錢包 有沒有帶 婆婆媽出門呢 什麼都不會帶 口袋打開了 是什麼你知道嗎 塑膠袋 為什麼 因為他隨時出去包人家的東西回來 哈哈 他看到這道菜他已經開始包了 他說 這打蚵子很好喔 這個 這什麼菜很好喔 我來講 我來幫你 把他幫回家 老闆OK啦 老闆OK啦 老闆說我就是種這麼多給婆婆媽媽 婆婆媽媽就很喜歡來這裡挖菜 我來這裡真的種了很多 好 好 那到哪裡呢 到這個梅蜂農場 那裡還中 到山上去 感受大草 都是婆婆媽媽比較多 有沒有看到 唯一一個男人在這裡 眼鏡就拍攝了 有啊 那邊還有一個啦 旁邊還有一個 這裡還有 眼鏡也是趕快拍攝 好 就是 很像被他綁架的人一樣 男生分就好了 婆婆媽媽都 婆婆媽媽很喜歡的顏色就是桃紅色 最喜歡的事情就是戴帽子 呵呵 所以你要去認識你的族群在哪 你認識你的族群在哪 你就知道他們喜歡做什麼事情 就可以賺到他們的錢 而且這些人都是最有錢的 最有錢的老婆也就是這群 他把他們口袋的錢拿去 那戶外導覽也可以做什麼 賞鳥啊 你只要那邊放一個望眼鏡 管他是好來的壞人 反正就 大家就會搞一句話 看到什麼不知道 thoughts 把你挽回去挽 要放入菜 Went itus 看不到什麼東西 結果 但是有這個體驗有感覺了呀 我們上山的時候婆婆媽最喜歡的就是故鄉搶東西 上山說要來看鳥 20個人結果只有15個望眼鏡 啊',大家要搶喔 上去大概沒有15分鐘就問說你要不要望眼鏡 因為望眼鏡很重 你放看給你看 我不看我啦 真的有一個翁眼鏡拿起來就可以看到鳥 那個翁眼鏡拿起來就可以看到鳥 那個是專業人士 你拿起來就可以看到鳥了 頭剁下來給你當枕頭 很難看到的 不過頭當枕頭才不罷了 好 好 那帶他們這個是去金山島街 這個鼓鼓啦 我先給各位聽 帶他們出去一定要去買菜 在賣海菜賣海帶 這個各位講真的是長者的智慧 這個海菜上面寫 一包三十 三包一百 你有沒有覺得頭腦有問題 我有 我就跟他們講說你出門去買東西 一定要看清楚 那他們頭腦不壞 只是說大家很好奇 那當然這些人看起來還沒老成這樣拿 我就問那個阿婆 阿婆 阿婆 阿婆說怎麼賣那麼貴 他說因為我沒有零錢找你 你問我什麼 是沒問題 沒有零錢找你 我就知道這是他的買賣方式 因為他隔壁有一攤 有一攤 他上面就寫一包三十 四包一百 他誰會去那買 是不是跑去隔壁買了 他們跑去隔壁買的時候 我就知道我還沒 不妙 隔壁那他怎麼會吃啊 結果說量幣也為量幣也為 買多少算多少 買一包也可以 不要買太多 因為我們這個是自由的 我也沒有抽用 你在菜市場買東西 我哪有我怎麼抽用 對不對 不妙 結果後來我們走去 就要去坐一輪車的時候 一包二十 六包一百 那他孫子在賣 家族化企業在經營啊 所以這樣也行 當然可能一包三十三包一百 像看起來比較好看 所以體驗體驗 好 所以第一個導覽你們的廠區有沒有 有的自己圈起來 那你要怎麼做賣東西 你知道嗎 你的廠區的頭跟尾都要賣東西啦 尤其是尾巴啦 尾巴可以要賣一些東西 賣海菜也好嘛 對不對 我再跟我P 我也是P一包三十三包一百給你 好 第一個 第一個活動是綠導覽 導覽沒有成本 講一次賺一次 最多就是買一個麥克風 確定自己的口才 第二個綠栽培 那栽培技術裡面呢 我們裡面有分這幾個 植物繁殖 植物診斷 戒指 飯盆 草頭寶寶 胎球 種子森林 藤栽菜園 有機肥肥跟擦蟲劑 那就是他的肥感效益跟體驗 我們來看看 這個草頭寶寶就長這樣 然後 這是種子森林 做胎球 這個 窮人的藤栽 這個綠栽培 用生命力強的綠色植物 結合觸覺、嗅覺、聽覺去做 所以做一個小的植盆栽 做一個像這個香草盆栽 做一個表育的胎球 DIY 這個胎球 剁肉的活動 好 OK 這是嘉東 這個是嘉東香港會做的 很好 好 那做胎球 這個是很容易也很簡單 有經費就買小品 三寸盆的回來 沒經費就去你前面的農田挖 挖那個野花椰草就可以了 那大家自己去挖 這個又可以體驗 這個挖掘樂 那這農業小鳳梨 這個山蘇花 這個是長春騰 OK 做起來 我現在假設各位 應該都會這些活動 或者說如果你不知道 你把他勸強 回去多做做看 因為我們裡面會講20個活動 沒有辦法每個都讓各位做 這個課程就是讓各位聽而已 好 因為這樣的假設就在DIY 講比較快一點 好 草頭寶寶呢 兩兩互助 認識隔壁的朋友 你幫我撐開我幫你撐開 幫我補進去 好 過大概七天之後 就開始頭上漲草了 所以有澆水了 長綠色草 這個沒有澆水了就變成非洲人 就變成咖啡色乾掉了 這種這個壓力也很大 你知道嗎 因為他不會死 之前有個學員 五年前 他跟我講 不是五年前 幾年前 他跟我講 是 那個草頭寶寶會不會死掉 我說不會啊 因為要持續澆水跟剪頭髮就可以了 他說 我現在都沒有辦法出國了 因為我想到 我如果出國超過一個月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說就拿大的保麗桶 保麗龍 那個 寶特瓶 然後 我們下面有那個 襪子的下半褲 這邊的襪子的下半褲 就讓他吸水啊 他說 可是我就不放棄了 所以他這裏面 都沒有辦法好好的出國去玩 他都擔心了他的草頭寶寶死掉 所以越重壓力越大 他說有一天來跟我講 他說 老師我獲得自由了 因為有一天那個瓶子破掉 水漏了他沒有注意到 結果就變這樣 他說其實也沒有一番風味啊 這也是一種生命的歷程嘛 總是要接受他死亡 他說他現在總算可以好好出國去玩 他終於死掉了 心情很愉快 所以療癒這個事情 不是把植物種得好 種得漂亮 而是他為我們所用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有人說長者不要去玩多肉 尤其不要玩有刺多肉 我就偏要去驗證 這個實證告訴我們 長者玩多肉是更開心的 因為他怕刺到的 那種子生靈 你看這個都我帶著來 我帶著全靈 從那個時候 大概是這個可以 大概是11月份 然後有火龍虎 我又沒有永定 所以怎麼做呢 那這個活動就是說 我先講一下火龍虎怎麼種 它的歷史 它的好處 怎麼吃 其實火龍虎最好就是吃皮啊 怎樣那個太太涼涼的 都是好東西啊 除了這個之外 除了火龍虎皮之外 你還知道什麼東西吃起來黏黏的 酸藥 酸藥 酸漆 酸漆 秋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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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跟各位講 我只要吃起來會黏黏的 都是好東西 它還好東西 好 所以火龍虎皮啊 你把它拿去攪一攪之後 它就會黏黏的 所以就是吃好東西 所以我最喜歡跟那些養生的一起 買水果來吃 因為我們就一人出兩百嘛 他都吃皮 然後我就吃肉 我感覺跟這些人合作很愉快 就起來一起出 好 很有趣 你看這個吃 大家就先講一下火龍虎柳丁的故事 然後就來吃它 吃完它之後 就把紙拿出來 就來種 然後火龍虎的皮 就是要犧牲掉半顆到一顆火龍虎 把它放在絲襪裡面 然後洗完之後那個肉 跑掉了 就鋪在我們的手背上 讓它熱熱的 然後就滾在土裡面 然後就來種 種完 上面包保鮮膜 大概七到十天就變這樣 可是我跟你講 長輩很愛洗東西 他聽到說我要把整個火龍虎 皮拔掉之後 把它拿去洗 他覺得這樣實在是太浪費了 抱歉貼物 所以你看到這妹妹 他就拿了他的牙籤 把火龍虎的紙拿 一顆一顆挑出來 然後再把剩下都給撕掉 非常節儉搭配 好 那這個 這是我在台北市 台北市屋頂去做 這個菜 邀請了一些市議員來看 那個時候沒有錢 就請他們去找 魚市場 去跟他們要保利用的 所以讓他們種 所以叫他們種植 然後採摘 然後做吃火鍋 這個是在幼兒園做的 就是說生態瓶 你家有玻璃瓶 現在很多地方有這麼多的玻璃瓶 所以如果你的農會或社區 有賣飲料 他剩了很多玻璃瓶 他就回收 就把它拿來 其實有些玻璃瓶 比較漂亮就可以這樣做 把它做成一個生態桿 或者做成一個小花瓶 我們會做釣魚 把他釣起來 做一個鄉村風的釣魚 這個又做得好 小朋友也做得很高興 在那邊幾頁? 二三八塊 第一個導覽 第二個栽培 第三個吃 綠飲食 綠飲食 這個怎麼去吃? 那香草茶品品 五型蔬果品品 比如說採摘 你的原子面採摘那些蔬菜 然後來做生菜沙拉來吃 然後有機芽菜生產 各速都很快 然後喝台灣茶 台灣可以說是到處都產茶 應該說沒有一個地方不產茶的 除了台北市 沒有 台北市也產茶 台北市有文山 那也是有這個目障卷觀音 文山包裝茶 台北市也是有產茶的 好 香草茶品品 這些就是讓大家來體驗一下 好 選制在地國產 代入均能飲食 現在的是不是怕死、怕胃、怕老 所以你只要說這東西是有機的 而且我剛跟部分的大哥有聊過 本身就是做有機的菜園 本身就有有機的產銷履歷的認證 你自己演出來做這個是絕對沒問題 有加分的作用 就是怕死 還有生病的人 其實生病的人 這個很追求自己的健康 不要去吃那個純有機的 我跟各位講 一般正常的人是不能夠吃純有機的東西 因為吃了之後 他到哪裡都會不舒服 因為他到外面去 一吃就說這個是鹽太多的 這個是有啥多種藥的 這個是猶太多的 怎麼吃都不舒服 所以吃純有機的狠心 好 其實我在住台北住久了 有時候像我那個實驗室 只要有人生病 心情不好 我就說 來來來來 你只要來這邊吃個炸雞排 喝個可樂 喝個奶茶很甜的 心情就很好了 那身體不好沒關係 心情好就好 好 那但是如果說你那個地方追求的是 有機、無毒、健康 我的菜盤 讓他告訴你 就是認識我們廠吃的 我們飲食、營養必需的六大堆食物 這個是加工 將農會運用蓮霧 製成的蓮霧果醬 奉靈 然後來做 奉年書 這樣來做 這是有在地的一些特色 比如說 看你的原子有種什麼 什麼植物 那我們就來把它做成這一個 具有在地特色的飲食 那這個是食農養生的部分 喝香草香草茶品品 現在人壓力檔睡不著 所以我們還有開發了一個蘇芽香草茶 那蘇芽香草茶簡單來說就是 薰草為主 那再加一點點甜菌 就跟這個羊乾煮 這樣就睡覺就睡得比較好 這個早上張教授就說過了 他的獎運命的 這個活動是喜愛玉 那怎麼做呢 就集合的時候先講一下愛玉的故事 然後就分組去抽愛玉 那愛玉跟水的比例 比如說一般我們就包17克的愛玉 我們就直接買7-11的那個 有礦物質的礦泉水1000cc的 這樣子就是配一個材料包 讓他們去洗 那這樣子可以吃五個人到六個人 然後抽完之後呢 這時候就去外面導覽走一圈 看一下你剛剛愛玉在那裡 如果有的話就大家去看 如果沒有的話就放照片 聽說有一些人就是 做這個休閒農場 太多人去了 就早就把光了 我們有一個休閒農場 做個擺香鬼 他就是叫大家都去採摘擺香鬼 可是一面牆哪裡來那麼多擺香鬼 對不對 那就只好 這個早上四五點的時候 開車到菜市場去買擺香果 然後再趕加上去 不是加上去啦 買那個看乾掉的啦 撒在地上 撒在地上 然後就說擺香果最好吃的 不是拔上面的 就是掉下來的 客人也很高興啊 你也不是很會騙他 你怎麼拿那麼多讓你採 對不對 那擺香果榨來 擺香果花再來吃也很好啊 也很好吃啊 好 那所以這個活動大概是這樣 先去認識一個職務 然後洗愛玉 然後去導覽 導覽回來 然後呢 就加這個一點黑糖 就開始吃愛玉 客人都滿意 他就覺得 今天好好有價值喔 花五百塊 又吃到愛玉 又看到愛玉 又減到愛玉 之類的 好 再來呢 可以240頁 240頁 花草藝術 我們在花草藝術裡面呢 就有做葉探 蘇盧災 葉脈書籤 種子化 葉片化跟芽花 那這個是他的 其物感體驗跟效益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葉探 我們早期呢 我們來把它連打打賽克 我現在覺得 後來有些客人就說 這個很像是我 你幹嘛給我打馬賽克 你出書很好啊 就是記得送我一本 現在本人 這樣滿大方的 都不用去跟他要肖像權 你把他打馬賽克 出書他會不高興 要讓他露出來這樣子 他就很高興說到 我們有個曾經出現過 好 這個綠藝術呢 也是加東香農會 枯葉再生 美化環境 就是帶客人去外面撿工業 然後做彩繪 把它貼上去 然後也可以讓他去把每一片葉片 代表失念的人 把它寫上去 做一個祝福的卡片 像我們要選一個專業知識 專業知識除了園藝人之外 商業之外 另外就是療癒 因為其實很簡單的東西 可以讓他去抒發心情 抒發想法 讓他抒揚 講自己 他自己講 講座的話 所以 以前那個長者都說 那騙孩子 那小朋友的遊戲 其實你就想要把它改良一下 殺油啊 油 就是像半家家酒一樣 讓他說 這一個小女孩是誰啊 讓他去借油 殺油 殺話的一些活動 有點像桌遊 讓他去把心底的話講出來 這樣也很好 那鬼講 上面進行這個活動 就上面叫做 最思念的人 或者是要祝福的人 結果呢 所有的這個媽媽啊 全部都是寫給他的女兒啊 或寫給他已經過世的媽媽了 思念了 這很有趣 或者給他兒子啦 沒有一個給他老公的 所以 老公跟我不值錢 很有趣耶 這真的很遠可以寫給他老公 說老公謝謝你 辛苦了 所以在做的難事 我們要對自己好一點 回去如果想買個冰室 今晚就下病了 不要後悔 不要再遲疑了 好 花早藝術植物業套 植物業套就是說 我們帶客人到外面去走一圈 如果你那個地方是荒郊野嶺 撿一撿 把附近的植物撿一撿 看起來比較乾淨也很好 如果沒有那麼多的話 你就是要自己先準備好 不要讓客人去亂撿 然後呢 就拿這個石球 按摩球 這兩顆球按摩 按摩球 就這個來做葉檀 那就可以把它 這是青紫木 這顆是什麼 這顆是乳鼠 這顆是乳鼠 那是菊花 那你可以做袋子 可以做 現在北部的人 每天都要喝那個手搖飲 所以就要拿一個手搖飲的條袋 鼻袋 那也可以 那或者說做這個抱枕 那不是真的要抱的 好看而已 那如果真的要睡的話也可以 就多擦一點薰衣草 薰衣草類的 或者裡面放薰衣草花 你放在枕頭旁邊 放在我們睡覺的時候放在頭旁邊 就好睡耶 因為薰衣草一吻下去 會倒了 這會不會 好 組合盆栽 組合盆栽 就是把ABC裝起來的方法 因為這個盆栽的概念就是 我把外面的景色 把它異像化、縮小化 變成在我們的盆景裡面 在我們的盆子裡面 這就是組合盆栽 所以我每次回去 就是說 每次讓客人來的時候 都體驗一下 他帶一個東西回去 他當然知道 你要知道要把你的肥皂、福額盆栽 業態上面打上你公司的LOGO 因為他下次 現在的人是很喜歡出去玩 但是誰說誰賣錢 跟你說轉會停 他每次出去玩 他已經忘記去哪裡了 所以你要記得把你的地址聯絡方式或LINE 把它烙印在你的產品上面 這樣他下次才會載 或者是讓朋友看到了 他說不錯了 我也要去體驗看看 這是幫你做廣告 好 組合盆栽 就做成這樣子 這個是可以進化室內空氣 那這個是應該保持一個陳大姐做的 有時候覺得人霸氣 做的組合盆栽也很霸氣 這個是我放這張照片 我放好幾張音哥陶瓷 接著這個姐姐們的照片 是因為那是我第一年 他山之石可以工作 那一年就花了很多的時間跟錢 那個時候 因為他們都是做陶瓷的 我說你們自己帶那個盆子 來炸魚仔 剩下的花一人交兩百塊 那你們就可以種到滿了 然後我就說大概這麼快 大概20公升不要超過30公分 這個大姐果然是做生意 這給我拿一個大概50公升 所以我們原本就分五顆植物 所以它光是正木呢 正木就種了四顆 椰桶蔓就種了四顆 四季秋海島種了兩顆 這邊種了一顆高麗菜 這邊還種了一個長春桶 這樣滿滿的 所以後來就是 各位要去做材料包這樣固定 就這樣 比方說兩百塊種到一包 後面還有兩個拿著一個 像那個 那橄子一樣 那一百塊不夠你種 那固定 做材料包 像這幾個 這兩個就比較手把一點 你看這個就感覺沒有手把 就種那麼多 人家這樣子各拿一顆 對不對 高麗菜 長壽的包 正木呢 西瓜的包 也很慢 你看這個看起來就比較老實一點 這個就拿四顆而已 你看這個這樣漂亮就好 高麗菜 長壽的包 正木呢 西瓜的包 也很慢 這個也是一樣 我以前都很喜歡給他兩百塊種到一包 所以兩百塊種到一包有點風險 他就拿他架著水果碗來種這個多肉 那這個是去安養戶中心做組織盆栽 那要做這個組織盆栽要有這個好寓意 這個長春藤就永遠長春 對不對 羅漢松像羅漢一樣寡慕你 像羅漢一樣身體一樣壯 龍葉小鳳梨 這個很耐看 那火鶴花就好像你的心火鶴火熱一樣 火鶴花 你看這些人這個年紀都這麼大 然後因為這個比較熟了 比較熟的話我就跟他說 今天老師教你們種 種完之後我就要回台北了 這個是在湖裡 那老師最後跟你們講一句話就是 人在職務在 人不在 職務還在 職務還在 沒有 我說人在職務在 如果你們不好好照顧職務 職務不在 人也不在 那就嚇一跳 為了職務要好好活下去 所以他們就有一個生活的寄託 好 這個是去煮夜脈 我們的場域裡面如果有森林 就直接去剪就好 那森林早就已經幫你把那個夜脈 都已經把你的夜肉都吃光光了 你就來直接提字 然後做個護備提個話 這樣就可以 而且這個刷這個活動 就是給他們煮一碗 煮一煮之後 這個可以讓他們住宿 住宿完之後來做這個活動 因為他就要拿一個小牙刷 慢慢刷 慢慢刷 刷的時候也不會來吵你 刷的時候他覺得蠻療癒的 要刷四個小時 他來這邊住宿就一直在刷那一邊就好 那當然可以跟你買直接買快要刷好了 這樣也可以 或者是你先刷一半再剩下半個刷 這樣可以做夜脈 好 種子化 種子化 這個把握一個原則就是五色 五色的豆 金木水果土 金色就是小米或者是白鳳豆 金木就是綠色就是綠豆 水就是黑色黑豆 或者藍色的 好像沒有藍色的豆子 火就是紅色的 紅色的就是紅豆 土就是咖啡色的 就是用那個黃豆 就是喝豆漿的黃豆 這樣去做 所以只要有金木水果土就可以了 那如果底邊的部分要放的話 你也可以放一些草皮的種子 或者這個是什麼 糯米或是糯米 這是小米 瓜子 這些都可以做 很簡單的就是旁邊雜糧買個到的 用那個就可以了 剩下不會管它 好 那種子怎麼辦 剪葉片啊 一剪葉片來 可是這個要做成這麼漂亮 這大概要有藝術家的訓練才行 這個大概我們一般的沒有辦法貼成這麼漂亮吧 我是覺得我是不行 本部位可以 至少也貼一隻小老鼠 這個比較簡單 就一片兩片三片四片 剩下的就是小小片 好 那這個壓花呢 就是說導覽完之後 剪的植物呢 剪完就把它壓在這個書裡面 或衛生紙裡面 然後呢 就塗上AB膠 然後就做成像這樣子 這樣也是一個成品 好 那還可以做什麼活動呢 自製馬賽克方粉跟銘牌 但這個我建議各位直接買線成的 因為之前在做的時候是用鐵拳去打 那你就來 你一定會被割到的 你乾脆直接買線成 然後買那個白銀土 以前我還用水泥這樣 這個現在都有一些都有商業品 我可以去買 好 這部分呢是給他們一個Oasis 花拳 那個睡棉 然後就讓它去插花 就準備很多什麼麒麟草 就是帶它們去原子 再當自己剪 剪完之後就是 每個人做出一個自己喜歡的花園 然後讓它在想為什麼這樣做 這個是比較適合住宿的客人 比較久的 那晚上就讓他們做這個活動 做到他睡不著覺 做到他失眠為止 好 這是用紫黏土做的 不過這太清晰 用紫黏土做活動 來 第五個 第五個 第幾個 二四八 二四八 你看我們上個飛塊 二四八 這個樂禍手作就是說 對我們自己有一些薰香、精油、肥皂、 肥皂、肥皂、肥皂 應該裡面也有一些 大哥大姐也有做 就是把它做得比較商業化一點 天然的最好 所以夏天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做香草的防蜂包 或者是精油防蜂包 那一起來像今年 我們就讓大家更注意這個抗菌 我們可以做抗菌吸收乳都可以 好 做手工皂 香草製皂 這我現場做 我做三個跟學員收一袋 但想一想我實在收得太平衡了 我應該也是要一個三十 三給一袋 三給一袋 也差不多了 一個五十 三給一袋 好 這是我當年做的 後來 後來我們裡面組織比較廣大的 請另外的 還有新的香草老師 手工皂老師來做 所以呢 各位以後要做的這個族群 要了解 他們是很手把 後面大媽就沒有啦 三個 倒在手上都領到手 他都不覺得那一袋子領到手 我讓他們去參與 讓他們去量重量 這個蜜辣 戶口高 讓他們去網看 自己去隔水加熱 前面去精油 做完之後讓他自己倒 這個才有BIY體驗的感覺 所以你要去設計你的活動 可不可以有多少程度 步驟可以讓客人去參與嗎 後面就是其他的部分 後面我就講稍微快一點 就是有去吃飯啦 做魚菜共生啦 做蘭花 把他壓板壓到神木板上面啊 然後一些特定主題的分享會啦 因為我們的民宿可能不是每天都客滿 但是我們可以舉辦 比如說每月重機日 去玩騎重機來的人都送一份重機菜 就是有多一點優惠 重機車友 什麼不多就是 摩托車很多 錢很多 時間也很多 就會通通去那幾集 送一杯重機咖啡 好 其實重機咖啡你問我們要怎麼做 很簡單 就是說你可以問 喜歡重機 第一種是 你就問喜歡騎重機的人 他喜歡喝什麼風味的 比如說是這個甜的 或者黑咖啡 或者是比較苦澀的 這是一種 比如說很多重機來的人 都會喝這杯咖啡 所以叫重機咖啡 那你也可以把你那個杯子 做成一個重機的形狀 那也是重機咖啡 這是一個噱頭 現在只要有噱頭 而且要一個噱頭是一個安板 那棒球要贏就要不斷的安打 就要把你要做的事情 實際上把它安排出來 那這是照片分享會 我就分享這個淡水的浮龍檢測 那我就跟他分享說這張照片的內容 因為這是我拍的 當時剛好火燒船 我就跟他分享那時候我的心境 讓大家去搖一搖 這個Vila Vila 這張作無意間的這個看頭 因為原本沒有人 就突然看出一個頭來 後來一張照片 我一個朋友看到就說 他剛好喜歡這個女孩 說我怎麼這麼剛好拍到這個感覺 唉 這個東西有一個噴頭 朱銘美術館 這個是太景 朱銘在金山上面做的 但是我這一場的效果並不好 因為我帶的都是年長者 結果上山的時候經過墓區 長者就想到很多事情 那一天就陰陰雨雨的 所以並不是所有的活動都會成功 我一場失敗 在這十二年間失敗了很多場 所以我可以跟你們分享很多失敗的經驗 哪些會成功哪些會失敗 這個很有趣 這次有一次我去上課上門之後 然後他們要去田徑師做 他們叫人給他拍照 這個就是在農場 農場就叫工 都叫不到人 一天八百叫不到人 一千叫不到人 台北一千都叫不到人 你要叫人 然後他還跟人講說 你這塊田徑我租給你 人家叫我來這邊工作 那怎麼辦都找不到人 那就乾脆把他開城 優勢農夫體驗 就歡迎來種田 那是一小時兩百 台北的台北的時候很高興就來種田 最後就是台北的來種田 所以像雨鞋也是新的 很高興第一次拿他之後 大概那一天每個都騎血泡了 我第一次很高興 好 那做所有活動的時候 都要做一些律動 像我們每個人出去都要帶一些槍 比如說孫師廟三張 或見口槍 所以今天沒有太多時間 我會帶你們律動 像每個人 你要見你們新制度 你自己會不會帶律動 或帶一些簡單的行腦操也可以 那這個讓客人呢 比如說我們運動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運動的時候人就會覺得很幸福 就好像吃很多巧克力一樣 運動的時候會覺得有精神 他就會覺得是你來你這邊 讓他覺得有精神 運動的時候不會想東想西 不會無私亂想 所以他會覺得難以這邊呢 心裡很安靜 那就是運動 就是運動 好 這是我這幾年做比較多的是坐遊 坐遊 很簡單 就是人來了 教會坐遊之後 然後那一天他們就一直玩坐遊 然後前照顧 前照顧 但是他們都玩得很開心 我們就坐遊 我們就這樣子坐遊 好 到目前為止這裡呢 就是活動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疑問 如果有疑問的話可以提出來 如果沒有疑問我們就繼續往下講 原因活動的療育效益 我們看到尾聲了 然後257頁 常用的評估方式 因為都是師陳 張老師 所以其實我們用的都一樣 就是脫衣電粉煤 那脫衣電粉煤的那個 我們去兩側看一下 我們前面的劉博士 這是劉博士的整個部分 那裡面就有寫 那 脫衣電粉煤比較低 這11啦 這數字11就是沒有什麼壓力 還有細菌變異 這個是HRV 就是帶這個 這個以前是在測運動員 到底哪說要配速 要配快一點 配慢一點 還有一個像各位現在的填問卷 哪個老師好哪個老師不好 就是如此的把它填上去 這樣 我們做這個活動 他才知道說 好還是做好 因為我們現在去做福祉 校衛量表給長輩填 長輩都覺得來參加 就是很高興 全部給你填 非常同意 全場同意 結果完全無法做分析 因為做分析一定要有 5分、4分、5分、3分、7分這樣 他全部都是最滿意的 7分、7分、7分、7分 那個那份就是無效問卷 因為原則上你們在填的時候 如果你們全部給他填 像我這個是 這種是 像你這份就是無效問卷 你每個填非常同意 不行 他就不知道到底這些老師行不行 也不叫普隆筒的 你把它寫出來 你說吳俊瑋很普隆筒 這樣子 大家知道你會不會來找我 泡 這個就是把它放在舌頭下面 推進入戲碼 那些書籍剛剛也有看過 這一台我跟各位說 如果你自己去日本買8000元 然後市值你的米片 大概是55元到60元 你自己去日本買 那我之後其實會 我現在在坦袋 看可不可以把它放進來 放進來的話就大概也是 大概也是會賣比這個多一點點錢 不要賺一點稅錢 要趕快 要去5%的推擠了 好 所以呢 量完之後 就知道說到底有沒有放鬆呢 其實現在如果一兩人 你們現在因為就等著下課 就都很放鬆了 每個數值都是3、5啊 每個人第一次來自我介紹什麼的 我們要分享什麼的案例 如果各位是去 每次來就是text force 然後編小組 然後點任務 馬上上團報告 然後天使基金下來執行 那就每一個都得心臟病 太緊張了 好 第二個是去做HRV 然後去知道膠感跟副膠感 那裡面有一些量 我們就是做這個 每一個阿伯都給我填 完全濃郁完全濃郁 就像你們現在填了一樣 所以我都不知道到底這個活動有沒有用 好 那我先簡單跟各位說 只要是活動都有效 只要是活動 但是勞動沒有 勞動就是去搬石頭 去搬桌子 這個全部桌子就搬到另外一個教室 給他再搬回來 這一種勞動就不是什麼活動 不是什麼運動 所以他心情就不好 但是你剛剛 假設你剛剛講說 我們可以來一起做個什麼體適的活動 那心情就好 所以我們這邊有做胎球 想炒煎叉 跟鴨花跟足有粉栽 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裡 他的SDNNLHF這邊 簡單來說 就會說他活力有上升 活力上升 那這是放鬆 就是交感神經主義 副交感神經 這邊是可以下降 可以放鬆 所以可以說大多數的活動 我們在R-Class上課的時候 下課的時候 或者是在做健康活動跟結束之後 你可以看上課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比較緊張一點 後面都會放鬆 那活力就是上完課的時候 有些活動精神就會好一點 好 那在這裡面我們就有分成這些 我們剛剛有講的 綠栽培、綠藝術、綠食、食農養生、綠養生這些 那裡面可以看出來是說 都有心理效益 都能放鬆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活動 他都能放鬆 然後栽培類的 因為你去種嘛 你會教他東西 所以他有社交 他要問隔壁怎麼種 那如果說做一些藝術類的 像那個雅花、夜踏 沒有人就知道怎麼做 所以你看有認知效益的 其實對於年長者很好 因為年長者很多 退休之後都沒有在思考 就能夠療癡 癡呆癡症 這樣子就腦會退化 那食農養生育可以吃 所以有生理、心理、社交都有用 所以吃的 所以你的活動你就知道說 設計先吃的 我們是經過科學的實證 得到這個結果 那所以我們就做了另外一個試驗 把它分成不同組織 看看對什麼有效 那我跟各位講 我們會來我們就花錢的就是這一個 Learning 有沒有 樂靈叫做Learning Learning就是要學習的 樂靈就是Learning 就是這樣 所以他再一個就學習一下 好 那對這個有什麼用呢 我們可以看到樂靈族群 所以在所有活動都有效 而且是婆婆媽媽為主 那個男生去也有效了 但是男生就不多 但是青中年只有對吃的有效 這個food testing這個有效 裡面有做一些摘培技術的 食農養生的跟花草藝術的 就分這三個 我們分這三個 再培這個cultural technique 使用養生food testing 花草藝術artistics creation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說 年長者比較有效 年輕人都在滑水 其實沒什麼效 活力是都有效 活力是因為年輕人他也是被你教來住了 是都有效 好 那這是一個綜合的量表的部分 他跟各位講說這個摘培技術的部分 他主要是生理心理社交 那食農養生呢 是生理心理認知社交 跟我們上個試驗也是一樣 那這個花草藝術呢 就是生理心理認知社交 可以說這些活動 凡有活動都有效 只是說你辦什麼活動 當然我們這些活動都是經驗過的 可以進去跟他想過的 好 那青中年呢 效果就少一點 剛剛這個是Learning 54歲以上的婆婆媽媽 哥哥姐姐 都有效 所以我覺得做年長者的生意比較好 他錢比較多 願意再花錢再買 我還要花手禮回去 而且他會感謝你給你洗頭蝦 年輕人呢 沒有把你的桌子打爛就不錯了 最近不是一個廣播嗎 所以給他直播啊 就住民宿來把他打爛 年輕人就喝完酒 就這個只有心理跟社交有用 所以以後如果你那個地方 可以作為一個社交場合 就是來自相傳來你民宿住宿的 來自來你鞭子休閒農場 來體驗過的人都交到男朋友了 都交到女朋友了 都得到好姻緣了 這裡常常有人結婚 那也是一個噱頭啊 對不對 這東西就是噱頭 實質內容重要跟噱頭更重要 好 那對於心育跟脫育片本煤來說呢 我們可以看到青中年這個食農養生呢 就是吃了之後心率變慢 樂靈族呢 對於心率變下降 然後脫育片本煤也下降 在食農養生跟花茶藝術類方面 所以我是覺得說做55歲以上的族群 他對於他的錢能夠自己採控 而且真的比較有錢 生意也比較好 而且現在的族群也比較多 我們現在一支手機 手機出來之後 年輕人啊 也不看電影的 也不交女朋友、男朋友了 所有的事情也不出去玩的 就每天都一直把那個手機 我們所有的經濟都被手機打敗了 好 OK 那這是後面的一些 這一個結論 小結 就是各種類型的園養活動呢 都有效 這個交感處於副交感 會放鬆 脫育片本煤變低 放鬆 心率下降會放鬆 那如果大家去導覽解說 他會可以走一走運動、生理 可以學一些東西、認知 那栽培技術部分呢 種一些植物 他會學到一些怎麼種植的方法 可以交到一些朋友 花草藝術類呢 他可以去設計、認識這個植物 設計自己的藝術品要怎麼做 食農養生呢 可以有生理、認知跟社交的功能 OK 好 那如果是熱靈族群呢 什麼活動會有效 這個是青中年 的話就是活力 因為年輕人現在都不太運動 成功健康運營活動的要素 你去想想看你的場域安不安全 你的場域有沒有感覺很舒服 像這邊就感覺很舒服嗎 對不對 現在你們坐在這裡 有感覺很舒服嗎 有 因為感覺到快要睡著了 蠻舒服的 因為在家裡已經三天都睡不著了 重度的失眠患者 還聽完吳老師上完課之後 就睡得很安穩 這也是公主意見 因為來聽我的課 心情很好 睡著了 睡我講課 都得過去吵到別人 慢慢的 越講越小聲 越講越小聲 好 活動一定要有趣 要輕鬆 所以輕鬆跟有趣 這兩個是對 對衝的 那有什麼活動是可以又輕鬆又有趣 又輕鬆又興趣 對不對 你要去想想這個活動 很多事情它是正面跟反面 同時交集的 你要去想想看 訓練各位的頭腦 什麼事情是又快樂又痛苦同時發生的 勞力的活動 勞力的活動 勞力活動不是說做得滿幹的 生孩子 生孩子沒有做 只有媽媽才知道 因為你生的時候很痛苦 對不對 但是生出來看到孩子那個喜悅 對不對 生產後有個反饋的喜悅 之前有個校方這樣說 說痛的等級啊 痛的等級就生產是第十級 對不對 牙痛沒有 我們痛過嘛 牙痛不是病 但是痛起來要能力 牙痛才排第八還第九級而已 那第一級是什麼 第一級是被蚊子咬到 又不痛啊 第二級是風到吹啊 第三級人打你啊之類的 那就有人問說 那有沒有第十一級或第十二級 有沒有你生產更痛的 賭博 賭博 輸錢的時候 那所以賭博是第十一級 傾家蕩產的時候 就是生產是第十級 然後生產的時候有蚊子來咬你 第十一級 我們那個時候已經不痛了啦 沒有啦 沒有啦 好 所以有沒有東西是既痛苦又快樂的 子女啦 子女 讓你歡喜讓我憂 對不對 那個周華健唱的是不是 給我關懷 為我解憂 這個是讓我歡喜讓我憂 所以這歌裡面就有告訴你 有些情人子女 氣得要命 但是有時候他又很貼心 子女又叛逆 可是他又是你的心頭肉 對不對 可以去思想看看 像運動啊 你去運動的時候 有時候覺得很累有沒有 可是燈頂 居高臨下耐剎那 哇 很舒服 很痛苦的時候 快渴死的時候喝一口水 那也是既痛苦又快樂的同時 所以要去想想看什麼活動是 既新奇又輕鬆 就是說你做完之後可以坐在旁邊喝咖啡 這也是一個好無法的活動 等一下讓你們腦筋幾早晚想一想 想一想 講師親切跟媒介你們就是啊 我看你們大家都很有趣 都很親切 做一些事情 他是有點挑戰性的 能夠獲得一點成果的 有一點新奇的任務 你想想看這活動怎麼設計 當然你想不到你往前翻啊 我前面至少提供了20個活動了吧 就看一下 好 結語 這個就是 我們昨天很多是農村的 或者是社區都市人口老化 我們這邊做一些活動 課程、活動、思考、反饋這些部分 好 那後面我想給各位創意發想 這個字太淡了 來 這個字太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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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各位創意發想一下 這個還好 來 現在我提供了那麼多活動 我們剛剛是用什麼 綠導覽、綠栽培、綠飲食、綠藝術、綠手作 這樣發想的五大項活動對不對 那考課位你還記得幾項 綠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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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我說活動有什麼活動 剛剛我們講了五大類的活動 比如說業踏、導覽 好 齊齊、籃燈 嗯 好沒關係 這邊有人有自己的藏域 有人是休閒農場 也是民宿的 剛剛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各位簡單的資料 那有一些是勤農的 沒關係 這五大類就先寫這五大類 然後你的活動 你的場域裡面 可能可以做哪些活動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還有怎麼樣去安排活動 我們就從宋代思議 宋代思議就是點查 墳槍 插花 掛畫 後面就是導覽 史安 律動 工藝手作 我現在叫各位去發想 因為除非你們來聘我們 我們才會去你場域幫你去診斷跟盤點 但是那費用很高 那你進來上頭課 不一定要找我們去 但是你可以自己盤點自己場域裡面 可以做哪些活動 好 那我現在有那個課本 上面都有 所以我剛說我上到綠導覽的時候 就是比如說248頁 到綠栽培的時候是幾頁 就是要告訴各位 我們現在上到這邊 那請你在上面就寫你的場域可以辦什麼活動 我們等一下請個兩三位 那如果你是自己本身去農場的 或者是休閒農場的最好 那你大概會想怎麼做 好 第二部分怎麼去發想你的創意 我們就從這八大部分 這八大部分就是我現在在協會 告訴我的老師要做四通八大 四通 要對四個知識很通徹 一個是園藝的知識 一個就是園藝的栽培知識 一個是療癒的知識 再來是一個是醫學的知識 再來就是對庭園景觀 因為每個人到最後療癒的時候都要去庭園景觀 所以要對這四個知識四通 八達就是要對八個手作去通達 就是點茶、沉香、插花、灌畫、導覽、食安、律動、公益手作 所以這個老師出去之前我都要求他們 先想想看自己這個四通八達是不行 好 這個點茶 點茶就是我們在喝台灣茶、喝香草茶的部分 那墳香就是精油啦 或者是紋香 或者是讓你紓壓的方法 插花就真的插一盆畫或做組織盆栽 那掛畫可以是藝術類的 可以把畫真的融來融去 或者是自己畫一圖畫 或者做業卡 這些都是這個掛畫的部分 那食安就是你那邊有沒有做符合客人需求的產牌 或者是做喜愛月行 我上次到不同的地方去 他說我到四川去 我跟他講說我們在喜愛月 他說他們那邊也有類似這樣的產品 但是不是愛月 因為愛月是全世界就是台灣特有種 只有在台灣吃得到愛月 其他地方都做不太起來 主要是那盟國小風 掉廣國也不會成功 那律動就是你本身要戴個鈔 像這邊應該都有能力去戴個活動 戴個皮絲能的草 那再來就是公益手作 公益手作就比較偏向於 你這個場域裡面 你去撿一些樹枝、枯葉、拉卡、砂、石頭 去做一個藝術品 可以帶走的也好 不能帶走就拍照 不過在如果你的民宿是在海邊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帶客人去疊石頭 如果會疊一個拱形的 他也會很有成就感 OK 先寫一下 我們等一下找了三位來分享一下 就是你的場域裡面有哪些活動 所以發想的方式有兩種 第一個我課本上教的 綠導覽、綠栽培、綠藝術、綠飲食跟綠手作 第二種 點查、分箱、插發、放話、導覽、食安、律動、公益手作 那你要做什麼活動 才可以讓客人感覺到疏壓 先徵求志願者 等一下有沒有要先分享的 也介紹自己的原子啊 介紹自己的這個休閒廠場 不然我就隨機來抽啦 好不好 讓我們表松大哥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對 有沒有 我今天也有一個例子 讓目前還扣到處理 好 沒關係 對 我們這一排就立馬姐來 來分享一下 如果沒有資源的話就隨機抽兩、三個 對啦 可以麻煩 那我們這邊 單長 單長可以嗎 仔細 等一下 假設你有個場域 假設啦 沒有場域 有 好 OK 農府 農府大哥 那這邊有沒有要分享 這邊有沒有自己的 有農場、有場域的 或者是休閒農場 好 沒關係 我們這邊再想一下 如果大家要分享的話 怎麼 就是訓練一下 訓練一下 發想的活動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到 到各個單位都要求他們發想 盤點在地可以進行的活動 好 最後幾分鐘我給各位稍微再 summarize一下 就應該是集體創意 像其實這門課應該是一門需要時間稍微比較長一點 讓各位就分組一點 一直去做那個共識以後發想 我們要濃縮一下 前面的這個綠導覽、綠飲食、綠手作、綠藝術、綠摘品 課本都有了嘛 對不對 好 那我簡單講一下 點茶 剛剛就有講可以喝小油菌、小油油花茶 對不對 那裡面有什麼香茶或者是青草茶 在地的都可以 茶類、點茶就是各類的茶類 而且我覺得台灣很多台灣茶 台灣茶我們早上張教授也有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在台灣就有綠茶、烏龍茶、紅茶 還有一些我們現在是這個鐵觀音也蠻多的 那這些茶品的品領都是點茶 喝茶 所以就全世界都愛喝茶 那當然你可以設計一個出來 什麼三本圓、在地三本圓也可以啊 就是在地的飲品都可以 焚香就是有一點精油 那你可以去按摩有點影響 那現在有一個叫什麼 正面、正面出壓 其實你確實相信什麼都是好的 或者說你經過一些引導跟影響 這個進行一些活動 這也可以 這不涉及宗教也不涉及醫療 就是聽音樂讓你在草坪裡面坐著 讓你放鬆、心情 像我覺得宮崎劇的音樂好像每一首 聽得懂可以睡覺 看得到不錯的 風起菌 就焚香 焚香那也是 也可以做各類各式各樣的精油的活動 那插花呢 就你可以讓它去做組合盆栽 做胎球 或真的做一個組盆 這些都算是插花的部分 就讓它感覺到美絕 美絕這個部分 小時候玩積木 有玩樂高的、塑膠的 有玩木頭積木 那你可以去設計不同的胎球 去擺設你的景 你可以放在那邊讓客人自己去擺 或者是做那個盆子的 就只要放在那裡 不同的景色擺起來 它的感覺都不一樣 這個是插花 那掛畫也是一樣 掛畫你可以去擺設那種畫的位置 或者是方向 那另外就真的去畫畫 做葉拓 葉拓可以用石頭的 用滾的 也可以用鐵錘的 現在人需要紓壓 這鐵錘 錘錘甚至還有看到要摔多少盤子 給它去摔 紓壓就主要是紓壓 所以在日本不是有摔盆子 還有給它打一拳 你看這是圓的嗎 它就是太氣了太氣了 紓壓 有什麼種正規的方法 那各式美學的種子貼畫 那個葉拓、拓印這些部分 它都是跟掛畫相關的 那導覽你的場域 剛剛我們這個大姐就講得很好 可以講一下你的原子 它可以介紹蜜蜂的生態 那如果你所講的東西 可以跟十二年國教或小學生的這個課綱 它有植物跟動物或生活的部分 相企而放 搞不好學校要拜託你 學校要拜託你去講 或者學生帶來這裡 因為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課本的一部分 它有硬需求 所以什麼東西有硬需求它就有未來 所以我常常有時候跟創業人講說 向下扎根 要扎誰的根 扎小學生的根 他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他以後才會去買花 他才知道什麼是蜂蜜 才知道要去自然的地方 那向下扎根要向上發展 向上發展就會把產品推給他的父母 推給他的阿公阿嬤 所以孩子學知是長輩父前學習 得到療癒跟輸壓 向下扎根 向上發展 這導覽 導覽各位就要訓練阿 導覽不是說看到桌子講桌子 看到遙控器講遙控器 看到窗簾講窗簾 不是喔 人可以真正專注的時間 你每一個單元都抓20分鐘 所以大概這20分鐘 我算過可以講10個東西 你可以講我創業的過程 我可以跟你講這個菜哪一個好吃 客人喜歡吃 他有什麼營養成分 吃得重 好睡覺 有體力 生骨輪 聽不懂 手不贏 腳不肌軟 四肢沒人不動好 我們吃這菜 好黏黏 你可以講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讓他有感 那個有什麼 你可以講話嗎 真的沒有痠喔 泡溫卷就不會痠喔 就是有讓他有這種感覺 讓他能夠去體驗 好 其實我如果要做學術 我們在那邊賣刀藥 食安 我的餐盤 比如說以蜂蜜為主的蜂蜜料理是什麼 或者說你可以做一個蜜蜂吃什麼的尋寶圖 介紹那些植物 那都很好 就是這個食安比較偏向於怎麼吃健康 怎麼吃減肥 怎麼吃女生講迴春 男生講壯癢 就這兩個 所有的食物只要扯到這兩個都沒問題 我們都滿18歲應該可以了 好 律動就是律動一下 就是什麼長梳頭 齒長叩 眼睛目視 抓肩膀 抓這個淋巴結 這一些 癲癲腳 就是你要有自己一套 我們每個人上來的時候 我們的旗下老師上來 每個人都要有一套自己律動的方法 就是你很簡單就想 孫師廟13招呼了 變成你的活動 這樣就好 好 OK 公益手座我們就偏向於這個地方 因為公益手座我們是有時候 蜜蜜部落 它就有一些樹枝 山產 或者是海邊的有拉拉卡 漁網 或者是以前廢棄的船 或者是農作的產品 我們就來做一個藝術的創作 山裡面的種子都可以 這是偏公益手座的部分 好 OK 也感謝各位今天的分享 我這個課其實不難 這個課就是告訴你 只要你能夠設計出活動 它就有了一個效益 但是這個活動一定要你自己去盤點 你自己的資源 自己設計完之後 符合在地的活動跟吃啊喝啊 那吃喝玩樂 食衣住行 這樣子它就會是一個好活動 好 那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那謝謝各位 謝謝 走開來 謝謝 equ пиш 謝謝 Tony 阿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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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